中午好 欢迎收看五件新闻 我是王晶夜 马上带你关注 截至今天中午的新闻焦点 西蒙三大巨头安华 林冠英和墨沙部 前往首相办公室 会见蹲马 却铺了个空 下午将进见国家元首 西蒙垮台传言满天飞 马股今天开市 重挫35点 跌破1500点 韩国武汉肺炎暴增161宗 全国确诊病例突破760宗 再有两人死亡 意大利也新增一宗死亡病例 西蒙政府深陷垮台危机 公正党 行动党和诚信党党魁 今天早上前往首相办公室会见敦马哈迪 但是消息人士透露 首相根本就不在办公室 三人白跑一趟 新州日报引述首相办公室职员的消息指出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和诚信党主席 穆罕莎布今早到首相办公室 但是敦马不在场 预计今天都不会进办公室 铺了个空的安华三人 已经赶去敦马位于雪州 十里肯邦安的住家 希望能够会见敦马 也有媒体引述首相署消息报道 敦马已经取消了今天所有会议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败向之路波折重重 西蒙更是出现执政以来 前所未有的动荡局势 安华昨天也在住家开会 多位蓝眼部长和国会议员都列席 公正党家谱区国会议员拿督阿都拉沙尼 在外头会见媒体时怒斥 有人背叛人民 更形容他们是混蛋 至于安华则完全没有会见媒体 只是透过政治秘书表示 今天下午会觐见国家元首 安华昨天下午四点半 在位于首都四眼末的住家 召开会议 公正党多位部长和国会议员 先后赶到出席会议 包括国内贸易及消费事务部长 兼公正党总秘书拿督斯里塞福丁 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 兼蓝眼副主席西维尔 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 公正党组织秘书聂纳兹米 宣传主任兼班迪谷区国会议员 法米等等 并在傍晚六点半陆续离开 不过面对媒体的追问 所有人都没有发言 安华随后举行祈祷仪式 不过他依然在屋内没有露面 他的私人助理也通知媒体 安华不会召开任何记者会 也促请媒体不要追问 入夜后现场支持者越来越多 这里就是安华的住家 那在下午的时候 蓝眼的挺华派就号召所有的支持者 在晚上八点的时候 来到这里一起声援安华 那现在已经是接近晚上九点了 大家可以看到在里面 在这个大门里面 是有不少的人聚集 那现场也是有人陆陆续续的到来的 不过大家都非常的冷静 并没有举步调或者是高喊口号 支持者把整个院子挤得满满 但是媒体一直被挡在门外 无法看清里头的情况 一直到晚上十点多 准备离开的公正党家补区国会议员 拿多阿都拉沙尼 带领部分支持者 高喊烈火莫习 向来感怒感言的阿都拉沙尼 更怒斥有人背叛人民 是不折不扣的混蛋 我们将会感谢阿都拉沙尼 这就是个人的真实 我们将会感谢阿都拉沙尼 给亚尔沙尔沙尔 因为他们进入 安华的政治秘书法哈斯随后透露 安华已经在十点半离开 前往会晤行动党和诚信党党魁 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沙留在家里 和成员党领袖闭门开会 他强调目前的情况依然维持不变 而安华也很冷静 他很冷静,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program他仍然维持不变 仍然有人叫他为了 他很冷静 所以我们感觉到 社会与我们 我们有高层的理由 如果我们看在 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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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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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提出 他给了 PM 让他继续 在哪里要 所以我没有看到 什么问题 安华今天下午会到皇宫 会见国家元首阿都拉陛下 不过法哈斯强调 这是很早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 并且获得陛下云准 另外,蓝眼党员透露 安华今天早上会先会见首相敦马哈迪 但是确切详情不得而知 八度空间林晓彤,吉隆坡报道 国内政治局势暗潮汹涌 盛传可能脱离蓝眼 加入国民联盟的 公正党熟理主席 拿都斯里阿兹敏 昨天在八达林在野 喜来登酒店和其他公正党领袖 召开秘密会议 部分朝野政党代表出席 国会议员共识晚宴后 在9点30分相继离开 但阿兹敏阿里和支持者 却继续留下开会 会议超过一个小时 阿兹敏过后会见媒体 表示会继续改革议程的斗争 对于党主席拿都斯里安华 声称这是一个背叛 阿兹敏则没有任何回应 阿兹敏昨天除了召开会议 也在酒店宴请许多朝野 国会议员 这场名为国会议员 共识晚宴的闭门宴会 大约在7点30分开始 出席这场会议的公正党领袖 包括拿都塞夫丁阿都拉 拿都卡玛鲁丁和拿都 莫哈姆拉西 之后出席宴会的在野党领袖 包括拿都斯里阿姆扎西 拿都斯里西山穆丁和拿都斯里 伊斯麦沙比里 还有马华总会长拿都斯里 魏嘉祥和总秘书拿都张胜文等人 执政不到两年的希望联盟 濒临瓦解的消息甚嚣尘上 人民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 今天发文告表示 关于西蒙政府地位的各种新闻 谣言和猜测正在传播 而他代表公正党领导层 敦促所有马来西亚人 特别是公正党党员 要保持耐心和冷静 遵守国家法律 不要散布未经授权的信息 此外摄运出身的 巴打林国会议员马利亚成 昨晚参与阿兹敏的派系会议 涉嫌参与密谋政变 推翻西蒙 备受舆论的踏罚 不过马利亚成今早发文告提醒 既然西蒙是在选民委托下上台 那么任何的政府议变 都不能够违反人民的意愿 马利亚成在第十四届大选 以独立人士身份使用西蒙旗帜竞选 过后加入了公正党 行动党中委会 今天中午十二点召开紧急会议 资深领袖林吉祥提前一个小时 现身吉隆坡副都党总务大楼 从早上九点半开始 就有行动党国会议员陆续抵达 那么更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马上连线助手现场的记者谭凯倩 凯倩请说 是的主播 经过一夜的揣测和留言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今天就在行动党位于首都的总部大楼召开紧急会议 召集行动党所有的国州议员 来商讨最新的政治变化的 那么从今早开始 就有大批的媒体聚集在行动党的总部大楼底楼 不过媒体却被告知 只有行动党的中委能够上楼去 而所有媒体就只能待在底楼的大厅不能上楼去的 那么大约从早上九点半开始 行动党领袖就陆陆续续的抵达了行动党总部的 目前我们看到包括了马六甲州行政议员郭子义 财政部财政方桂伦 黄瑞琳张念群主席陈国伟 熟丽主席哥冰心王建民杨美银等领袖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抵达了 不过当大家面对媒体追问 目前最新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时候 大家都很有默契的三间其口的 那么新动党顾问林吉祥也在早上的11点整抵达 面对媒体追问最新情况的时候呢 林吉祥不多说 他只是表示待会儿他们会开会的 半个小时后抵达的行动党副秘书长拉玛沙米 则直言对现在的情况不清楚 学州议长王瑞琳则一贯的 以他招牌的兴奋美丽来形容这一天的 副秘书长尼可敏则在稍早的12点10分抵达的时候 满面笑容的和在场者打招呼 他还以一句sumiday来形容这一天 那么拒之林冠英和公正党主席拿杜斯里安华 以及成兴党主席穆罕沙布 目前正在首相敦马位于这个十里肯邦安的住家 展开最后的谈判的 那么预计 所以说原本预计在十二点举行的这个不紧急会议呢 可能会稍微的推迟的 林冠英到目前是还没有抵达这里 所以我们将继续为你跟进最新的消息 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彭内主播 好的 非常感谢凯倩从现场给我们捎来的第一手消息 那么火箭和蓝眼召开紧急会议 不过成信党却如常工作 卫生部长拿督司里祖纪菲里和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拿督马夫兹 今早依旧出席官方活动 强调西蒙目前还是政府 因此他们也如常履行各自的职务 分别担任诚信党策略主任和副主席的祖纪菲里和马夫兹 今早出席全国疲劳管理意识运动及医疗保健提供者研讨会后 向媒体表明 诚信党坚守西蒙最高理事会上个星期五达成的议决 他们完全以这项决定为依规 全力支持敦马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后 再决定交往之期 不过祖纪菲里随后也打趣表示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推荐官方活动 网络媒体的Malaya Post报道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已经签署 支持首相敦马哈迪继续任相 直到届满的法定宣示书 但是有条件 至于是什么条件则没有详情 被点名的纳吉今天澄清 没有向The Malaya Post发表谈话 不明白为何自己的名字被提起 纳吉今天前往吉隆坡法庭 出席SRC国际公司洗钱案审讯时 面对媒体的提问 只是以谢谢两个字回应 不过纳吉之后在脸书发文指出 自己根本就没有向The Malaya Post发表任何谈话 为何自己的名字会突然被提起 有传言指出 敦马已经获得足够的国会议员签署宣誓法定书 组成新政府签署的人包括纳吉本身 我国变天消息盛销城上马股今天开市直屑超过35点 跌破1500点 虽然首相敦马哈迪令祖政府导致西门瓦解的消息 还没有承来落定 不过投资者已经大幅抛售马股 大马富士综合指数今早一开盘 就重挫35.26点或2.30% 报1499.72点 马股中午休市扩大跌幅 下挫38.94点 收报1492.26点 另外令吉对美元也直卸0.5%到4.2180 刷新半年最低点 伊朗43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8人死亡 卫生部坦诚 面对防疫设备和药物不足的窘境 武汉肺炎疫情扩散全球多国 韩国的疫情没有缓解的迹象 韩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 当地确诊病例突破760宗 确诊感染的病例暴增161宗 当地累计的确诊病例高达763宗 死亡病例再增加两宗 而韩国目前一共有7人死于武汉肺炎 韩国已经将疫情预警级别 上调至最高级别 患者当中也包括一名16个月大的女婴 这是目前韩国年龄最小的确诊病例 另一方面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文会指出 中国目前累计的确诊病例高达 77150宗 累计的死亡病例已经有2592宗 新增的确诊病例高达409宗 除此之外 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一名确诊乘客 在星期天因为染病身亡 将邮轮的死亡案例推高到三宗 另一方面 四名同样是钻石公主号邮轮的英国乘客 接受检验之后确诊感染武汉肺炎 令英国的确诊病例推高到13宗 意大利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恶化 星期天再有一名患者死亡 适当地第三宗死亡病例 全国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52宗 当局下令两个地区大约5万人隔离观察 全国首宗发现确诊病例的科多尼奥小镇 也有警员把守小镇边界 严密监督所有人的健康状况 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意大利再有一名武汉肺炎确诊患者死亡 一名来自米兰东部城市克雷莫纳 患有癌症的老妇女 星期天早上证实不敌新型冠状病毒 宣告死亡 成为意大利第三名感染武汉肺炎而死的患者 截至目前 意大利已经有152宗确诊病例 情况越来越严峻 政府下令传出疫情的伦巴蒂和威尼托区 大约5万人在家里隔离观察 除非有特殊情况 获得当局批准之后 才可以进出相关地区 伦巴蒂的科多尼奥小镇 是出现全国首宗确诊病例的地方 目前小镇街道一片空荡 几乎看不见轿车或人影 警方驻守在所有城镇的边界 仔细检测所有来往民众的体温 严防武汉肺炎继续传播 中东国家伊朗在天武汉肺炎确诊病例 伊朗政府宣布 当地在新增15名患者 将伊朗累计的确诊病例 推高到43宗 死亡案例累计8宗 面对严重的疫情 当地卫生部发言人坦言 伊朗对抗病毒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不足 一些 вид情细状olar 的群为了 感染病毒的剧烟 磊状态 、吸毒的数据 病毒的品牌 、整体肺炎虫 以下的病毒的保抗病毒 在日式上 产生的病毒 第4大部分 病毒的病毒 病毒是在病毒的 病毒病毒 病毒的病毒 病毒 这些病毒 病毒的病毒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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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增的确诊病例当中 有八宗是来自库母省 为了遏制病毒的传播 伊朗首都德黑兰和其他城市学校 将关闭直到星期二 体育赛事也因为疫情的扩散而转延 有业者表示 民众因为害怕感染 都选择留守家中不出门购物 生意额跌了60%到70% 除此之外 巴基斯坦在星期天 关闭了和伊朗之间的塔夫坦边境 但是没有暂停来往伊朗的航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山脚日新离校同军团与Bergat集团联手献爱心 为霹雳州伯龙快乐谷的原住民村装置太阳能发电 一份关爱照亮原住民的未来 大山脚之心离校同军团 发挥同军崇高精神 与Bergat集团联手为霹雳州 伯龙快乐谷的原住民村 装置太阳能发电 造福当地原住民 一个按钮 课堂里的日光灯亮了 风扇也转动起来了 而原住民无论是大人小孩 各个脸上的喜悦 展露无遗 以校名为照亮原住民的计划 昨天在霹雳州伯龙快乐谷原住民村揭幕 热心离校同军团与Bergat集团 花了大约五万五千令吉 为这里的原住民装置太阳能发电 让这里的公共设备如学校 公用厨房及多元土礼堂 都获得电力供应 上来赞助太阳能发电装备 与沙巴及萨拉越微型小学的Bergat集团 这次也将负责资助太阳能装备 结合双方的人力物力 系统在两天内完成 有关装备的供电量为两千瓦特 而储电量可达到九千六百瓦时 足够原住民们使用 这个计划是给原住民一个很好的生活的一个环境 让他们能够成长 如果说只是给钱还是食物 对他们未必有用 但是给他们这些电力的话 小孩子有机会可以学习到一些知识 在多余的时间 还是晚上可以充分勇武的话 对他们是很好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参与这个计划 一份善念打破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种族和语言的隔阂 考虑到原住民当地缺乏专业人士 他们承诺会定期一年或两年进村 帮他们进行维修工作 医生常说 保持身心愉快才能对抗病魔 面对夺走两千多条人命的武汉肺炎 患者难免感到害怕无助 武汉汉娘方舱医院就特别设立一个微信群组 只要扫描医护人员身上的二维码 病人就可以加入群组 让医护人员解答他们的各种疑问 让患者放松心情 给他们更多心理建设 全套隔离装备的医护人员 背后或胸前都有一个超大的二维码 他们就像是病人的行走百科全书 更是武汉肺炎患者的心灵支柱 武汉肺炎爆发至今 湖北的疫情最为严重 医院满是被隔离的患者 为了帮助患者建立坚强的心理 勇敢对抗病毒 山东医疗团队开设一个微信群组 名为汉阳方舱医院并有管理群 只要扫描医护人员身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加入群组 可以更好的与我们的医生护士沟通 然后我们可以帮助患者解决 包括治疗 护理 生活 以及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 患者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直接反映到我们群里 我们群里就会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 给他做出解答 让他对自己的病情 包括治疗 包括护理 这些方面的东西 更能更容易明白一些 除了解答各种对病情 和隔离治疗的疑问 患者们还会在群里闲话加长 缓解恐惧和紧张 感觉咱们这个群真的挺好的 我进咱们这个方向医院 心情是特别的紧张 特别的坦克的 然后针对咱们这个方向医院 是一种未知的状态 有点真正有点恐惧 然后通过咱们这个群里面 咱们这个心理医生的咨询 然后输导了之后 心情现在特别的愉悦了 然后也缓解了咱们的紧张情绪 然后针对咱们这个医护人员 也表示一声真的是很感谢 目前已经有超过50名患者 加入群组 大家相互鼓励 患者相信 所有人的病情都不严重 只要继续保持乐观正面的心态 一定能够痊愈出院 武汉肺炎疫情当前 全球正积极投入对抗疫情的工作 香港天王刘德华亲自作词 并演绎新歌《我知道》 透过音乐 向医护人员送上希望传递温暖 新闻结束前 我们一起去听听天王的歌声 我是王金益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